我大概在48年前 由楓原的市中心區 搬到現在這個地方 在我記憶裡面的兩次居住地 附近都有土地廟跟大樹 那我這附近唯一沒有變的 就是土地廟跟200年的老樹 我從小的居住環境 就在和寺的田園底下 搬到這邊也是田園風光 我相信是我們這個世代的人 心目中的原鄉 那因為晚近這幾年 都會的樣貌已經越來越近 所以我希望透過花園裡面的 花開葉落 臨下更迭 去感覺世紀 直到歲月 居住的本質是安置 那安置我覺得需要先安心 尤其是對父母心的安放 修建這個建築物的最主要的初衷 就是跟父母同住 我就不去思考 它可能要帶來很高的修建的費用 就放手去做 整個建築的修建大概花了五年的時間 那因為我希望父母親不要經常跑到果園去 所以我就從庭園跟魚池去發展 讓他們願意多待在家裡頭 整個外觀在修建的時候 我也使用磚來做為它的表情 那表面我們利用手工去做鋼砂的噴擊 讓它產生風化的斑駁感 門窗我也不選擇一般使用的鋁窗 而選擇一個更需要維修保養的木窗 這兩個材質疊加在一起的時候 建築它就進入了時間的味道了 老舊不代表是不美 有些時候老舊它可以呈現出文化 心可能對我而言只是整齊好看而已 但它缺少了一種深度 我在做這個案子的規劃的時候 從不想追求的就是幸運而是時間 在比較寒冷的地方 西方他們用的是壁爐 東方用的是抗 西方對壁爐的使用它除了保暖以外 其實比較著重在壯士性跟精神性的象徵 比如說這個羅斯福總統 他在美國經濟危機的時候 他用微爐液化鼓舞人民 讓他們度過經濟危機 壁爐在西方人的心目中 他其實已經進入到一個神聖的地位 我覺得家的核心 壁爐可以給我這種感覺 那我不希望在客廳這種區域放置一個電視 因為有了電視就沒有家人的對談 在壁爐前面其實可以敞開心扉去說話 這是我希望達到的 那我在設計壁爐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關東石 因為這個石頭是原製於火 因為它是火層炎 日本東京大地震 這個8.1級的地震讓東京大部分的建築都倒塌 Frank Lodier Rice它是我最欣賞的建築師之一 它所設計的日本帝國東京大飯店毫髮無損 那消息穿回美國之後 它的事務所一夕之間從危機的這個經營 瞬間接到400多個設計委託案 所以對它而言是一個事業的浴火重生 這個飯店的建築大廳跟壁爐所使用的是關東石 因為它給我浴火重生的這種意向 所以我也是對我的偶像的一種致敬 在我這個裝修裡頭用了很多的紅銅跟黃銅 然後以紅銅為主 因為紅銅是更接近蠢銅 那我們看到壁爐旁邊的這個壁寺呢 是我自己手做的 它的名稱是我的家園 它像是我一個縮影的這個平面圖 中間這個核心是一個建築 然後其他就是我的田園水池 我把它給幾何畫 用熱處理還有藥劑的處理 讓它產生顏色的變化跟時間的感覺 因為大部分的金屬都給我們冷裂的距離感 我想只有銅這個金屬給我溫暖的感覺 我為了要去抓住時間的感覺 我會將這些舊的材料再次利用 讓這個建築其實是真正的元序壽命 那這個建物在修改的同時 它應該會裁切下一些原來的材料 尤其是檜木 我將它裁切之後放到廁所的天花板 還有牆壁上面 我刻意不喪氣 讓它散發出它的味道 這個房子我最希望保留的就是這個行架 我每天躺在床上的時候就看到這些行架 我就進入了時間的隧道 我就有很多的想像 那我覺得它對我有滿滿的這種療癒的效果 跟庭園的水深是一樣的 那我希望增加小孩的室內使用空間 所以我把建築的屋籍做了提高 讓小孩的空間裡頭可以加入小孩的夢想屋 就是閣樓 這些木料上面都有很多的丁痕、枣痕 但是那是我要 我想要保留下的那個感覺 我這個老房子它或許不是很美 但是我在修建的過程讓它變成美 那麼我希望我可能不在的時候 我的後代子孫們 討論著如何讓它繼續活下去 這是我想要的 謝謝大家 請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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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